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这名男子骑着电动机车 沿途左摇右晃 更危险的是他边骑车 便用左手拿着手机讲电话 还将右脚抬高放在电动机车的把手上 以单脚控制机车的方向 至于右手则摆在腾空的膝盖上 这样实在太危险 被民众拍下影片的时间是在4月18号中午12点 地点是在彰化县皮头厢的东西路上 附近民众都说这样一点都不帅 简直是在拐命 这个不行要死命啊 是啊 是很夸张啊 警方依据民众提供的影片过滤路口监视器 锁定一名严姓男子 将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 违规事实栏写着 慢车驾驶人在道路上以危险方式驾车 其法缓为300元以上 1200元以下 对这个其实没有带安全罢 其法缓均衡为新台币300元 拔钱是小附近民众说 这条道路平时有许多大型车辆进出 放手骑车要是发生意外 害人害记忆 明信电话 将话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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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意外